師傅快點有沒有錄影啊 不用急 慢慢來 不用擔心我很快就會把它弄完好不好 不用急 不用急 歡迎收看料理123 我是世界秋永 今天非常非常的衝容 什麼衝容 等很久 不用趕那麼多時間嘛 我覺得現在人生有時候 對啊 太急迫 真的胃會痛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來教大家做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冷湯應該沒有喝過吧 在西班牙的這個冷湯非常非常的有名 因為在西班牙他們那邊夏天溫度太高 喝熱湯實在是受不了 那我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做這個冷湯 剛開始我們把小黃瓜纖維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去除掉 除了西班牙還有哪裡也會喝冷湯 西班牙附近吧 地中海 還有晚回家的時候也會喝冷湯 不是那個冷湯啦 那這邊的話原本是用法國麵包 如果說你的湯夠濃稠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加麵包的部分 那我們用紅酒醋去泡 稍微讓它泡軟 好 那這邊我們現在先來燙我們的番茄的部分 番茄去皮 有燙過的番茄有營養對不對 對 切紅素含量會比較高 可是維他命C或什麼的 它可能會稍微流失一點 不可能一舉兩得啦 像這樣看就已經裂開有沒有看到 拿起來 燙完之後去皮就很簡單 有 對對對 像這樣 好 那我們來把紅甜椒去皮 現在甜椒我們就直接放在瓦斯爐上面 把它烤到全黑 把它的皮去掉 因為我們這個西班牙冷湯裡面 就是要把一些會割牙的東西把它去除掉 小番茄的皮 小黃瓜的皮 甜椒的皮 都要把它去除掉 這樣你喝起來的時候會比較順口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 放到冰水裡面 它燒焦的部分其實就這樣就會去皮了 稍微剝一剝就去皮了 當初一鏡 時不小心掉到火裡 還是他們國家太熱了 然後直接這個手掉 那也太熱了吧 真的熱成這樣 剝完它就像這樣 很乾淨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做最後的階段 就把我們剛剛準備的食材 依序的放到調理鏡裡面來 這時候加上 蒜 洋蔥 小黃瓜 九層塔葉 跟一點點乾辣椒 還有一點點黑胡椒 好 這個時候這個配方裡面沒有鹽 對不對 我就用到醬油 又可以多一點點的豆香味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裝到碗裡面去啦 嘿嘿 其實我剛剛在休息的時候 就在吃這個 番茄夾心 夾蜜餡有沒有 忘記錄影了 我很喜歡 那個就是那個蜜餡 對 好 把它切碎以後加到湯裡面來 哇塞 很酷耶 我覺得讓你在夏天的時候喝 非常非常的開胃 喝湯這個時候 咬到蜜餡的一點點口感 甜味就會釋放出來 就是這樣戀愛的滋味 哇 對對對 大家可以在家裡面試看看 那我們料理123 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還好 沒那麼可怕 我有點燃 抽筒 還是 你們 都是